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由于输水需要一些时间 因此那些住在高地的居民还是需要再耐心等一等 卫生部长凯里昨天证实 Omicron亚变种毒株BA5已经入侵大马 而且有能力让人们在短期内二度确诊 他也再一次提醒符合资格的人士去打第二剂的加强针 我们来看冠病相关的新闻 大马昨天的确诊病例是3589中 有6中死亡病例 全国有11086人接种了加强针 霹雳州增加了1个感染群 目前全国还有12个感染群还是活跃的 随着BA5在大马出现 凯里昨天也表示 国内的单日确诊病例将可能继续会增加 因此卫生部不排除会再一次取缔在室内 没有戴好口罩的民众 此外 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也向政府提出三项短期措施的建议 也就是1.施打第二剂的加强针 2.强制在公开场合要戴口罩 3.增加冠病口服药的供应治疗症状 比较轻微的患者 换个焦点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昨天在奈良街头发表 助选的演说时被枪杀 凶徒山上彻野当场被捕 凶徒共振时否认是 因为不满安倍的政治信念而犯案 他说他是因为不满自己的母亲 沉迷和大撒金钱捐钱给某个宗教团体 导致家庭破裂 而他认为安倍和这个团体的关系很密切 因此就决定要刺杀他 至于凶徒所指的是哪一家宗教团体 目前还不得而知 另外奈良县警方今早公布了 司法解剖结果 指出安倍的死因是因为动脉损伤 导致失血过多 报道指安倍的颈部比较右侧的地方 有两处枪伤 相距大约是五公分 他的大血管和心事严重受损 而左肩膀前部有怀疑是子弹 从体内射出的创伤 不过手术中并没有发现有子弹 日本国家重量级领袖街头重胆身亡 不禁就让民外众质疑保安有所疏忽 前警示厅保安局特警队成员 伊藤浩一就批评这次保安的情况是令人失望的 他说枪手在行凶前已在现场游荡 司机接近安倍 在这种情况下 警员应该要按执行任务的指引 调查可疑人物和收身 但是很明显的当天的保安存在着安全的漏洞 而且警员也没有做好相关的协调 对此 日本警察厅宣布将调查警卫当时的反应 包括安全警戒是否够不够 而且还要求加强对重要人物的保卫工作 安倍的遗体已经在今天早上6点被运离医院 并且已经在下午的1点36分左右运回他的老家 在东京的住家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见 上会在标准的标准地栏标准地下 我们就可以拍下转地预养的旅逻音乐 有休逻语的机会 像住客户标准地这种地方 在标准地上 学校是达到470学校 在标准地上 这种许多小的学校 关于470学校 在夜一ости 只在In夜? 他们才能提供 我们在三个拆细地下 The French Library is home to many informative books and resources That will expand your mind and your world Choose between a quiet study area Or kick back at our comfortable, relaxed study area 只要记得记得你的声音 现在你可能会想到哪里的船上 训练和朋友们在公司 或训练在白天海测的舞台 我们的训练地区 有些最有名的地区 温暖和我们的美丽艺 在我们的美丽艺 在我们的Bondai Beach Interactive Area 在我们的Bondai Beach 或祝福你的心意 在《The Voice》 做更多和多的 和立餐桌上的 计算不只是 计算和计算 是在朋友们的时间 和享受最好的年代的 医院的 Peninsula Student Residences 是我们的名称 的餐楼空中的 适量的关注 是没有文化的 运动性秘密的 没有那么扮演 秘密的 朋友们在我们的 认识地论的 也是在外面的城市之间称ят好野兴的世界 哦,如果您要用风景的食物 可以带到最高的临头上 的设计 您看看你身份的高σ的高 temperatura 最最好的是 当然位置你们的学校 是国公学生的大学 你的当年进行 随着教育的大学 在这里面的花生 当中在一间的设计 可以专业学校充分别 Bellagia program where you can gain real-life work experience and equip yourself to be an employment-ready graduate. Let your dreams set sail at the Ship Campus Penang's iconic education and lifestyle campus. How can you apply? you